第二题 欲在铜片上镀芯 则有关于实验装著的叙述何者正确 A 可用硫酸酮做电镀液 我们知道电镀的时候 我们采用的电镀液 必须是含有拟度物金属离子的电镀液 这一题要镀芯 就要含有芯离子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硫酸芯 而不是硫酸酮 所以A选项错误 B选项说可用直流电作为电源 这当然是错的 我们知道 我们的 电镀的时候 电解的时候 我们都要用直流电来当做电源 C 将芯片介于负极 将铜片介于正极 我们知道 我们的金属离子在负极生成的 我们铜片上要镀芯 所以铜片要长出心离子 所以铜片要放在负极 而芯片要放在正极 所以C选项也是错的 诸 电镀度的过程中 性能浓度不变 对 根据我们对电镀的了解 我们在正极的时候 我们的芯会变成 芯离子 而我们的负极呢 是芯离子会变成芯 所以一边掉出芯离子 一边消失芯离子 所以芯离子的浓度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 珠选项正确 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实验装置的叙述 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电镀过程中 心理子的浓度不变 心理子的浓度不变